人生有多有趣,永远料不到明天会发生什么 以某时某刻,到底会是谁陪伴在你的身边 晚上吃的是海鲜大餐,地点依旧是上次吃过的餐馆 餐馆老板娘还认得她和何之洲 何之洲去结账的时候,老板娘笑着揶揄说 上次你们是一伙人过来的吧 那时候我还以为你和另一个戴眼镜男孩是一对呢 没想到你和这位大帅哥才是一对啊 老板娘话里戴眼镜的男孩就是林玉堂 他有轻度近视,出门基本会戴着眼镜 大帅哥应该是何之洲 但现在里头已经是沈溪的心了 沈溪立即在何之洲身边,被老板娘揶揄得有点惭愧 好像他红信出墙被抓到一样 倒是何之洲继续淡定结账,收回老板娘找回来的钱 下次再来啊 老板娘笑得很热情 关于这事,我跟店里的伙计还打过赌呢 回头要把赌金给他们 沈溪更不好意思了,立在何之洲身边,就像一个害羞的大男孩 他真没想到,这家店的老板娘和伙计会如此无聊 结果,他和何之洲从店里出来时,何之洲更无聊地问他 我们上次来过,为什么会有人打赌我们是一对 这个问题还真是发人深省 沈溪想了想说 因为比起猴子和壮汉 我跟你看起来更靠谱点吧 S市 正在酒吧感受夜店文化的猴子和壮汉无辜地躺枪 一前一后地打了个喷嚏 猴子和壮汉身边还坐着一脸抑郁的淋浴堂 三人纷纷趴在酒吧的吧台上 猴子玩游戏输了,要接受惩罚 壮汉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钱提给猴子 去给我买一包中花过来 贱人啊 猴子大骂 喝了口酒的淋浴堂笑了 笑得一发不可收拾 还呛出半口酒 他有点醉 回来的时候基本挂在壮汉的身上 我跟你们说个秘密 啥 沈溪和河之洲 淋浴堂刚开口 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跑到路边的垃圾桶一阵呕吐 吐光了,人也清醒了 老大和沈美尔怎么了 猴子在旁追问 林浴堂 没什么 夜色加浓 青岛的海滩四周都点缀着灯火 仿佛整个大海都处于一片艳艳的流光之中 美得不可思议 沈溪和河之洲上了一艘游艇 这艘游艇是青岛海上俱乐部最好的一艘游艇 他按照河之洲所说的 与俱乐部的负责人说明身份 负责人立马亲自打电话来确认后 他和河之洲不仅有了最好的游艇 还有了最好的船长 这游艇是谁的 他在海上问河之洲 河之洲立在甲板上吹着风 我爷爷的 沈溪咧嘴 嘿 没想到你是富三代 河之洲倒是笑了 背靠栏杆 颇认真的问 沈溪 你怕不怕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 沈溪被问蒙了 立马变得像小白兔一样无措 现在这个年头 当男人压力大得很 如果不小心娶到败家娘们 河之洲抿了下嘴 然后他拍了下沈溪的后背 沈溪点点头 心里没有担心是假的 深夜他躺在甲板 想最坏的打算 如果一个月过去还换不过来 他打算跟爸爸妈妈如实交代了 只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他 他要怎么说比较好 比如这样说 沈建国 你以前不是一直很想要一个儿子吗 嘿嘿 恭喜你 你的梦想成真了 沈溪想着沈建国下巴掉下来的模样 弯了下嘴角 你笑什么 何之洲躺在他旁边 问他 沈溪摇摇头 没什么 何之洲双手抱着后脑勺 笔直地仰望着星空 过了会儿 他坐起来 拿起手中的平板电脑 继继续研究这两个星期制作的模拟图 什么磁场论 什么星象学说 什么以四瞻 最近 他把能看的书都看了 满脑子都在想突破口 但有些事 就像他身边这位人说的 机缘 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 他和他这场闹剧 是老天爷故意整的恶作剧 总有结束的一天吧 沈溪大自行地躺在甲板上 夜里的海风 已经有些凉了 他闭上眼睛 就能听到远处海浪拍打 岩石的声音 他拿起手机 看了看时间 碰了碰身边的何之洲 何大哥 现在我跳进海里 你再救我一次 好不好 何之洲转过头看他 沈溪伸手指向海底 说不准 秘密就在海里呢 说完 他快速爬起来 沈溪 何之洲牵住他的手 没用的 可是没有事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呢 沈溪眨着眼睛说 其实 他也很害怕 他依稀记得 上次掉进海里冰凉 又绝望的滋味 可是他不想因为 他的胆小和瞻前顾后 何之洲连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 他对着海面深吸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 在围栏上挂上一条腿 还勇敢地晃荡了两下 证明他的勇气 何大哥 你一定要下来救我 沈溪左腿在风中剧烈颤抖 不忘回头对后面的人嘱咐 何之洲看着沈溪 你跳吧 不过你最好指望自己游上来 我不会救你 什么 沈溪把腿再伸出一点 十分不解地问 为什么 何之洲样子平静 眼底已有了担心 你先下来 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好吧 沈溪艰难地将左腿一点点扳回来 只是一个不小心 重心失衡 他往后仰去之时 被何之洲一把拉了回来 沈溪几乎软瘫在游艇的栏杆脚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面色有点苍白 何之洲看着他 记住教训 别乱来了 沈溪坐在甲板 有点丢人 也有点诚实地说 我太没用了 听到如此诚实的话 何之洲也说了一句好听的话 沈溪 你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棒多了 沈溪侧过头 强调说 我以前也很棒的 何之洲笑了一下 然后把他的平板电脑拿过来 打开他制作的星象图 一点点放大给沈溪看 上次沈溪为了让他安心 他编了一个梦境给他 现在他尽量用所谓学科知识 把这件离奇的事件分析出来 同时也是为了让他安心 沈溪听得一直半解 过了一会儿说 何大哥 我们给那天夜里突然出现的 乌云密布的现象 取个名字吧 就像大家会给海啸取名一样 何之洲同意 然后说 你取一个吧 沈溪脑神经一向简单 既然这事是关于他和何之洲的 他立马想到的 就是用两个人的名字组合一下 再弄个谐音的出来 他说 西洲现象如何 何之洲唇角勾了勾 点了点头 那就叫西洲现象吧 沈溪和何之洲在海上待了一天 何之洲讨厌海浪翻滚的声音 最后一晚决定回酒店 沈溪没什么意见 回酒店的时候 他带回了四斤小龙虾和两瓶青岛啤酒 祝我们早日 沈溪打开啤酒 说住酒瓶 何之洲 何之洲拿起啤酒 与他碰了碰 但愿如此 但愿如此 沈溪清楚地感觉到何之洲不开心 可是他除了请他喝酒吃龙虾 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然后 明明是他请喝酒 他比何之洲还先睡着了 再次醒来 他躺在靠露台的床上 身上好好的盖着被子 房间空调 又被何之洲调到了一个合适睡眠的温度 但是 何之洲人呢 面对床铺 连被子都是平整的 何大哥 沈溪叫了一下 没有人应他 何之洲 他跑到露台上找人 整个海滨城市灯火璀璨 犹如烟火降落 他回到房间 立马拿起手机给何之洲打电话 结果 何之洲手机在酒店房间里响起来 他根本没有带手机 沈溪蹲下身子 着急又难受 夜里十一点 沈溪急匆匆地来到酒店大堂 他急得快要哭出来 他询问值班的大堂经理 大堂经理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我记得是那边 沈溪擦掉不小心蹦出来的眼泪 跑出了酒店 大堂经理第一次看到 男人哭得如此惹人心疼 拿起对讲机对保安室的人说 八九三房间有情况 男孩的女朋友出走了 你们过来帮忙找 深夜了 街道热闹依旧 沈溪穿过湍急的车流 第一次来到沙滩里 整个四周已经寂静下来 只有海潮声 忽近忽远忽高忽低 河之洲 你在哪儿 河大哥 你快出来 河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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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溪快要崩溃了 眼泪刷刷刷地流下来 他想到了小时候 他在深夜里醒来 找不到爸爸妈妈那种绝望 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 沈溪 我在这儿 突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沈溪转过头 看了眼身后的人 一个箭步上前 就抱住了 立在后面的河之洲 河之洲 你跑哪儿去了 河之洲回报沈溪 心烦 所以出来散散心 你不能跟我 说一下吗 你睡得很香 我不好吵醒你 那 那你也要 留一张纸条给我呀 对不起 一声对不起 让沈溪彻彻底底的 大哭出声 他抱着河之洲 哭得悲怆又委屈 良久 才稍稍收住了眼泪 乌叶说 我怕你 想不开 傻的 河之洲笑着骂 然后给沈溪擦了擦眼泪 别哭了 都是我不好 沈溪皱着鼻子 以后不准这样 河之洲点点头 然后牵着沈溪的手 向前面走过去 我带你看个东西 什么 东西 河之洲带沈溪看的 是一个用沙滩堆砌的房子 这原本是沈溪白天堆了一半的东西 可惜她没有耐心 房子只完工了一半 属于严重的烂尾工程 河之洲打开携带式手电筒 在幽蓝的手电筒光头照下 沈溪眼前是一座可爱 又别具匠心的沙滩房子 有花园 有窗户 还有她需要的大大露台 河大哥 你怎么做到的 沈溪蹲下来 抬头问河之洲 河之洲盘坐下来 我也是今天发现 我可能还有建筑天分 你自恋 沈溪倒了河之洲一拳 河之洲在沙滩躺下来 今晚她明白了很多事 海风刮过她的身体 她开口 一切随缘吧 沈溪双手撑在沙滩上 她仰着脑袋 看了眼满天繁星 突然转头对河之洲说 河大哥 如果我们换不回来 你愿意嫁给我吗 神经 河之洲不做回答 沈溪挠了一下河之洲 沈溪爬起来 走向有海浪的前面 沈溪追上去 远处的海浪涌上来 直到她的脚踝 冰凉凉的十分舒服 她拉上河之洲身上 穿着的中性白衬衫 河大哥 难道你嫌弃自己 不够帅吗 海浪退下去 河之洲坐在 湿湿的沙滩上 回答沈溪刚刚这个 永远换不回来的 假设问题 如果真那么悲催的话 我可以考虑下娶你 沈溪笑 笑河之洲 这个时候还逞能要当男人 她也在沙滩上坐下来 然后像个爷们儿似的 规划了一个未来 给河之洲 河大哥 咱们结婚了 我负责转钱养家 你负责貌美如花 河之洲望了眼沈溪 淡淡说出了一个事实 我 你养不起 怎么就养不起了 沈溪叫真的看着河之洲 我以后可以办舞蹈培训班 就算你每天吃烟雾 我也供你 沈溪太心事淡淡 河之洲听得有些愣了 哗啦一声 新的一波海浪即将涌过来 越来越近 两人双脚都已经被海水淹没 海浪即将爬上身体 沈溪捂着耳朵大叫一声 然后在猝不及防的瞬间 他感到嘴巴一凉 河之洲已经翻身 稳住了他 河之洲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也捂住了他的眼睛 不让看 夜里的海浪 一波波地翻涌上来 从头到脚 海水是咸腥的 吻是温热的 心跳是加快的 心情是不可思议的 感情来了 是疯狂的 连自己都吻得下去 没有一点疯狂 谁能办得到 送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